同事,朋友,这些,好像一个是工作当中,一个是生活当中,不一样 本身就不一样,在古代的区别更大 古代这个棚跟有就不一样 一个是师出同门,棚这个字两块肉,就是一个地方来的 然后,有,那两个人牵着手,自同道合,也皆为同事 那不一定能同事,但是,于伯雅中子气,高山流水 就一个农民砍柴子路过,那么,也就质疑,同为一个事 同样欣赏音乐,懂,不然就是对牛弹气 就是这么绝对,那两个人如果是没有非常深厚的缘分 他不会感到在一起,那么多人 你怎么你们两个就能成为朋友,成为夫妻 一方面是上天注定,一方面哪是哪是都是自己造的 从这个科学玄学的角度,什么量子纠缠 波,震动,频率,感召 你此时此刻,为什么认识这样的人,你要好好想一想 除此之外,就上下级 说到同事,我们是同部门的,或者是同创业的,或者是不同部门,但是等级一样 我们到了这个年级大了,很多就是来往的,往往都是一些同事 大多数人还都是普通上班的,没有接触太多外界的圈子 可能会创业的,当官的,接触的人大一点,广一点 一些特殊行业的,怎么怎么样 这个伴随我们,甚至晚天生活 到最后,还是主要家里人 但是日常的来往,一个人太孤单进入了 你搞这个,我家里人也不懂 说,不听,我就一个人搞,很无聊 很无助嘛,可以,都需要 你会发现我们课程很多是跟这个人打交道 尤其是中国人,都是跟人打交道 外国人就不是 外国人要么就说是自然 实际上他们一点都不自然 人造了一些东西,奇迹古怪的,奇迹英雄 在中国古代,不让人搞这些 科学做了一些东西,确实是方便的 但是,人被物化了,造出了机器人 整天我的神都在这个机器上 起来也是他 睡觉,我也要看一看 不看,心里痒痒,难受 那谁在控制谁啊 人家就不动嘛,人家就一个死的程序 就那样了,让他怎么样怎么样了 他知道你是谁啊 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 跟狗儿,摸过狗 都是跟外国学的,都是外国溜的 宠物,有点乐一乐行了 那我们这部分先不延展 那么还有就是上下级 上下级,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承上其下 每一个人 几乎大多数人都上网伴 这层关系 他上于上于下 一直都是存在的 就算你真的不上班 你是个家庭主妇 或者你身患残疾 不能外事 那么家里也有自己的长辈 这也叫上级 也叫 那三纲五常我们讲了 除了君臣义之外 那父子这层关系 父为君子为臣 那现在呢 儿子为君 女儿为君 骑在你的头上 为他作为作福 全都够犯 这些有些原理我们也会讲 这个上下级 你说 我是一人之上 下万人之上 那么你也有上级 所以呢 有些事情都是难以 避免的 你这个真的要修这一刻 就算你创业 就算你怎么样 怎么样管你的 部门 管你的平台 怎么样 接触 怎么样 上有政策 要有对策 你要对的好 如果 如果 他的 政策 不够合理 不够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不够好的话 那么就要对策 如果好的话 那你就不要动歪脑筋 有人带领你 你就跟着走嘛 反而轻松 想不通 就是想不通 那么下级 部署 这些 都是要跟人打交道 外国 除了跟物打交道 整天物理 是吧 你要跟自然 还比较大 格局一点 天地 地理 我们这些 反而成为复刻的 不重要 求什么数理化 当然数学很重要 但是古代数学 不是这样 那么从这个里面 延伸到数学 好像有点偏的 不过有的东西 真的很重要 我们有机会 会跟大家 都分享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有的地方 跟什么呢 跟 喜欢跟 神明 打交道 印度 这一些宗教 丰盛的地方 很膜拜 每天什么也不做 往地上 一爬 又开始拜 总早 磕头 带着没事 就磕头 过了 你此生为人 你要先行人道 你到时候再说嘛 你真有机会再说嘛 人家有人家的事儿 你不干人事儿 指望谁呢 慢慢修 真正 真正 你跟这个 有缘分呢 总会各个道 你都有接触 人 不是一生 每生每世 这些东西 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都是生灵 不同的存在 形体而已 我们具体的客户 一节一节来讲 我们具体的客户 我们具体的客户